4月中秋节脚步接近花连文旦又这周开始进行全面采收 从23号就已经展开文旦又加工果的瑞穗香农会 全体总动员 算今年产销期短 使得文旦又平均价格不如去年 但是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落实分级分价之外 农会也会加强收购文旦加工果的数量 今年中秋白鹿节期仅有短短三天 这次农民也透过早收技术的栽培管理 使得日水香文旦又专区从这周期全面采收 日水香农会也从23号开始 同步进行文旦又加工果的收购 农会上上下下全体总动员 早收栽培新技术再加上农民半百年以上的经验 文旦又品质更甚遗忘 只不过今年产售期超短 也使得今年文旦又的平均价格相对要来的低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也特别呼吁农民稳住信心 切勿望着北国勇敢拒绝建价收购的盘商 这个加工果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会一直增加这个数量 那因为今年受到这个贩售期间比较短 所以今年的价格可能不如去年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农友能够稳住信心 因为我们的文旦又品质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请农友把价格稳定下来 那如果真的盘商出的价格太低的话 我们农会有一定的保价的收购价格 那盘商低于这个价格的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说各位农友可以拒绝我们这个盘商的价格 那我们农会一定会全力的来协助农友 瑞士项农会从中央农委会到地方县政府的支持协助下 透过保价收购稳定市场价格 农会总案是黄胜黄强调 尤其加工果的收购量也会依情况 只会往上增加 协助农民共同度过今年艰困的文旦又产销期 记得时宇兰瑞色彩虹报道